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频道 这期视频我们为大家讲解一下 专生硕相关的内容 对 随着大学不断的扩招 本科学历在国内感觉招聘市场 已经渐渐成为最基本的门槛了 行业的竞争都非常的激烈 人才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情况 原本科和大专能胜任的工作 招聘单位最终会选择硕士 感觉和博士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感觉也是 博士他也会为要求工作 做人为自己工作 我也能干 对 那这样严峻的就业环境之下 感觉装科学生更是举步为奸 这样的危机可能是机遇 随着就业市场的不好 避开内卷浪潮的大风头 提升文凭学历 同时向人口老人化严重 慢生活节奏 完善社会福利 急需人才引进的海外国家发展 或许是一条更好的方向 更好的选择我觉得 好的 接下我们刚刚哈喽手说 现在国内就非常的畏惧 那如果你是一个文凭 只在本科以下 比如说像我们的大专 甚至中专 那你可能在国内就业会非常的困难 基本上 你只能够相遇毕业 你就失业了 当然你可以说是我去送外卖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 他也不愿意去从事这个 那情况下就比较好的未来 那么如果你的学历是 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个大专的 而且你的这个专业领域 比如说是像金融环 IT财务 甚至比如说像供应业等这样的专业 我们知道如果你在国内是大专 那么你这个专业的 已经就不好就业了 那么你肯定要在国内 我要说考虑上我要去提升一个文准 那么我们就要怎么做 你需要先去读一个两年的本科 是吧 我读完两年的本科 这叫专身本 是吧 常规的三加二 你读完这个本科之后 你还得再去参加国内考研 我们也知道在网上也可以看到 现在考研也是非常的激烈 就算我非常幸运能够考上研了 我也得在国内读也得需要 再去读一个两到三年 是吧 那这样子加起来 你一共就要花到四到五年的时间 才能够完成做事学历 你才有可能在国内会稍微具有竞争力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如果你是大专学历 你来到新西亚读书 你仅仅只需要花到两年的时间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硕士学历了 刚刚四到五年 现在只要两年 现在减少三年的时间成本 是吧 新西亚读的八大 都是在一个世界五百强 这个非常好的大学 属于全球这个百分之一的潜力大学 在新西亚完成做事 不断是可以提升我专业的技能 我计划之业 同时我在新西亚提出一个东西 我英语也是能够很好地提升 那你作为一个具有提升 又会说中文又会说英语的 我对于英语以后就业 肯定是具有很大的竞争力 同时我们还知道 在新西亚你居实是能够 出入了新西亚读书 我可以获得一个三年的工作签证 那我在新西亚读书 我可以说我要立刻就要回国 我可以在新西亚读书 三年工作签证 我可以积累 比如说在海外这个工作经验 那这海外工作经验之后 我当然也可以考虑几顾 选择来新西亚翻译卡留下来 那当然如果你最后是选择说 我要移民到新西亚来 还是说我要回国 你都会比其他人来去竞争力一些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 来提供一下 我们刚刚所提到 两年专身说的提供这个课程中的 一所著名大学来举下例子 新西亚白卡托大学 它的英文名叫做 University of Bikato 那么这所大学建立于1964年的 也差不多快百年了 是获得中国教育部认可的 一所新西亚的中和性的大学 白卡托大学 它是有两个校区的 一个校区的主校区 是位于我们新西亚的 第四大城市哈密尔顿 另外一个校区 在我们新西亚一个 非常美丽的一个海滨城市 你知道在哪里吗 Taranga Taranga 对 最近发展很快 是吧 好像因为好像是有港口 对不对 对 因为是港口 因为是景色非常棒 气候也比较宜人 如果你要去华卡托大学 去做独立基确的去哈密尔顿 你可以去景色非常宜人的Taranga 那么它这两个城市 距离新西亚的第一大城市 也都是差不多不需要两个小时的车身就好了 白卡托大学 它在24年的QS世界排名上面 排了十一二百五十位 是世界最上一流的一个大学 在就业率 在这一个研究设施的先进性后 它的教学严顶的程度 和学生毕业生 满意程度调查方面 都具有很高的声誉 所以它获得了一个外号 在世界上面 是由于它智能度很高 被称为蓝半球塔佛 海卡托大学了 它的管理学院 是世界精英管理的学院之一 排名在全球是排到前百分之一 那么同样也是获得了这一个 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的三重认证 比如像AACSB 还有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的 QEQURS认证 还有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 AMEM的三重认证 好 目前可能大家并不知道 三重认证的这个含金量 就目前我们放映到全球来看 仅有一百家的商学历史获得了这个殊荣 那海卡托大学获得了 说明它也是排在那样的靠前 好 同时海卡托大学的 它的商业和经济学科 也是位于这个排名 也是位于全新线之第一的 然后同时它的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 也非常的不错 是那种排到世界的第四三位 新西兰的第一名 很棒 海卡托这个大学 它这个学校也培养了 许多了新西兰的政商界的名人 现在最著名的 它的一个校友就是 我们新西兰的这一个前总理 Jasinda 我们接下来说说 我们刚刚说提到两年就可以读硕士 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首先我们的第一年是要去 海卡托大学 去进入到它的 叫做硕士预科课程 虽然我们刚说提到的一年 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假期给跑出 它提供只有短短的八个月的时间 那么不管说是预测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只要完成 并不需要拿到什么成绩 我们就可以顺利地进入到 海卡托大学 硕士课程来提起学习 那么提供这种专身硕图 进的这一个 海卡托大学 它说呢 它可以选择 比如说像我们的应用金融硕士 比如说像我们的商业与管理硕士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比较火热 数字商业硕士 还有像我们的信息技术硕士 IT 还有像我们这个管理硕士 但管理硕士 也包含了两个方向 比如说像我们的市场营销 营业管理硕士 我觉得非常好 组织中心技能贸易 还有像我们出车 跨离师硕士 还有像我们的护理硕士 我们当护士 还有甚至我们的法学硕士 也就是我们完成一年 准确点八个月 都是一科之后 我们是可以进入到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所有的硕士来进行就读的 而且刚刚很多 我们刚所提到的这些硕士课程 很多经历只需要一年就不可以完成 所以你最短两年 就在新鲜案完成这一个硕士的学历 好 很多同学会问到 我要去读这个课程的入学要求了 如果你是在国内 只要你是正规大学 一年制的全日制大纲文凭 你就是OK 那太大问题的 当然有些朋友可能说 我并不是在国内读的是 全日制的三年大专 我可能是一个成人自考的 2.5年或者是三年的一个大专 也不是全日制的这种 我们也是不一定 可以通过我们来进行 尝试提交的 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很多成功的耐力了 好 我想可能也有想过 我伙伴们会问 出来读这些大学 容易毕业啊 因为我要毕表业 拿到毕业真的很麻烦 接下来这个硕士课程 总体而言 是以授课系为主的 主要是上课 考试就可以了 不仅入学门槛较低 而且课程的毕业率是相当高的 海坎多大学 它这个硕士课程 是以授课为主的 不仅入学门槛低 而且这个课程的毕业率是相当高 然后看到它最近的数值 放出来大概是在90以上 就自信过 那么课程设计上面 也是讲究于实践 以案例为主 老师会通过 按理分析来给大家收课 让大家比较容易 能够听得更加的明白 然后学生课后 完成老师图证的作业 就可以了 成绩 而且成绩 我们知道在课内 我们是100分 要60分才能过 但是在新下 我们成绩只要达到50分 我们就可以在进课了 而且绝大多数的课程 都是不需要递捐考试的 比较一些论文 怎么就好了 或写一些作业 但是一个真正的学习 是把专注放在 每一次练习和作业上面 并不是说 我最终的新课考试 来一锤定音 好的 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了 很多选择 如果你的专业 并不是在我们当中 说这个科目上面 也不要紧 你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 我们几围的是 怀卡国大学这一点 的官方招生代理 如果说您的专业 并不在 说科目上面也不要紧 可以联系我们来 针对你的情况 来设计一个 比较短的学习的路径 本期视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好 什么其他的问题 可以添加我们视频当中的 二位码 接近联系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